时隔三千年,王林终于在仙冈大陆升起自己的太阳,成为仙冈大陆第十阳 这是无数洞府界人的骄傲,更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象征 从此以后洞府界重伤将不用再受歧视 因为王林将赋予他们绝对的仙冈大陆互考 那么,王林升起太阳之后,会给仙冈大陆带来什么样的震惊了? 王林,竟是他王林 到一宗内,传出了一声惊天嘶吼,嘶吼中透出的愤怒传遍八方 这嘶吼中,除了愤怒之外,更有一股恐惧与忌惮之意对于王林 倒也很难忘记,在组成地宫内的一幕幕 那时的王林就已经极为强悍,如今成为了大天尊 他不敢想象,此刻的王林究竟有多强 尤其是庞大的仅次于古道的纳尊太阳,更是透出这王林的实力 他还没有去太古神境,居然凭着自身,就成为真正的大天尊 极北之洲,寒冰之地,五风神色恍惚,他望着天空,许久 紫阳宗内,两个小女孩,此刻一脸惊细,二人拉着手,同时望着天空 他成为了大天尊 组成地山上,九地大天尊望着远处古族的方向 心神震动,面色隐隐苍白中,更有一丝惊异不定 在地宫时,他就拥有了尊阳轮廓,且他还获得先祖头颅 此阳有三色,黑白金,金色,显然就是既融合了先祖头颅后散发出来 按道理来说,他成为大天尊,不会太让人感觉意外 只是,只是,区区一百年,他竟把先祖头颅融化,且他成为大天尊之羊的时机 九地心神遗产,他是这先祖大地上的大天尊中 唯一知晓之前七杀二周混乱的真相 尤其是想到目光,他不由地与亡灵成为大天尊联系到了一起 应该不可能的 九地目露忌惮,喃喃自语 孩子,坐在地山一角,他望着天空,神色复杂中,蕴含了一丝明雾 同样试着组成,在皇宫下的地宫中,化作山峰的连道飞,一动不动 古足大地上,因亡灵成为了大天尊 同样掀起了一场经万,经万的中心 是世古一脉的原始山,宋天一脸苦涩 他尽管之前神念融入古魔所看后,内心有了准备 但此刻却依旧是心神一阵 到古一脉的皇城内,闭关的旋罗,感受着属于亡灵的气息 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很是开心,大笑起来 罗侯郡内,行宫之上的天空中,亡灵双手放下,一回之中 属于他的三色尊阳,渐渐消散 只有天幕中的残影,永远存在 成为仙纲大陆的大天尊标志 天地恢复如常,四周的规则之力慢慢散去 一切如初时,从行宫内飞出了数道长虹 最前方的,正是祭兜皇子 他压着内心的激动,临见亡灵摆仗时 立刻单膝跪在里,大声开口 光行依父,成为大天尊 参见亡尊 在祭兜身后,少父还有其夫君,紫袍庆宁 一脸恭敬,掩盖不住目中的震惊 向着亡灵丹西跪下 毕竟祭兜已然如此,他二人不能站外 我等,参见亡尊 在这三人话语后,行宫内所有属于祭兜的侍卫 一个个激动的全部丹西跪在里 向着亡灵一拜 这些人的声音凝聚在一起,化作阴浪 在这四周回旋 亡灵于半空中,看着下方众人 看着眼前的祭,都与青年的夫妇 脸上露出了微笑 点了点头后,亡灵双目平静 扫了被凝固在远处的骨膜 一步走去 站在骨膜的前方 亡灵右手抬起在骨膜眉心一点 其一指落下 骨膜立刻身子颤抖起来 神色露出痛苦 却见一缕黑气从其眉心散出 随风逝去后 骨膜脸上痛苦之色不再 恢复了神志 看向亡灵的目光 充满了恐惧 发出呜呜之声 其身也恢复了行动 丹西跪在了亡灵的面前 低下了头 基督,我带你去见颂天 亡灵迈步踏在这骨膜的头顶 回头看了一眼基督 基督身子一震 猛地抬头 激动之意无法压制 看着亡灵 他目中露出感激 现一副成全 基督深吸口气 起身一晃 来到了骨膜的头顶 恭敬地站在亡灵身后 他看着前方亡灵的背影 这背影并不高大 但却给他一种如山峰般的感觉 似有这个背影在 他就可以成为石骨皇尊 庞大的骨膜不须亡灵吩咐 仰天一声嘶吼 转身带着亡灵与祭都 双手将天幕上 他来临时 撕开的裂缝 再次撕大了一些 猛地钻入进去 消失不见了 随着其消失 天幕上的裂缝 也渐渐收拢 化作一道白线 隐隐散去 石骨一脉黄成脉 原始山上 在亡灵之前 一直点在骨膜眉心 将其内的宋天神念魔去后 原始山上的宋天 身子一振 面色略苍白 但片刻就恢复过来 他神色阴沉 手中拿着把巨大的战斧 抬头望着天空 呼吸渐渐均匀 他知道 自己之前的举动 使得这亡灵必定会来 就算之前没有出手试探 这亡灵为了让计都成为皇孙 也仍旧会来此 宋天暗谈 这一战 他没有把握取胜 但若是让他不战 就选择屈从 他身为大天尊 做不到 原始山上 此刻隐隐有轰鸣回旋 却见整个山峰被一片朦胧的气息缭绕 朦胧中 似有千军万马存在 透出一股肃杀之意 由此原始镇辅助 有这把古道大天尊赐予的战斧 此人就算是可以操控天底之力 我也应有一战的资格 宋天深吸口气 平静地望着天空 等待亡灵的到来 其身后吃蛮 蛮连苦涩 沉默不语 时间慢慢流逝 转眼就是一炷香 就在这时 忽然在这原始山的上空天望 一道巨大的裂缝轰隆一声 被撕开了一道缺口 黑气喷出尖 巨大的骨膜 咆哮而出 在他的头顶 站着两个人 正是亡灵与忌妒 宋天的目光 与这一沙猛地看向亡灵 与此同时 吃满的双眼 也与忌妒的目光凝聚在了一起 亡灵 宋天大笑一甩 冷声开口 王某见过宋尊 王灵微微一笑 抱拳缓缓说道 莫要多说废话 你来死的目的 宋某心知肚明 你与我一战 此战你若赢 宋某之计 都为百年后的皇尊 这宋天内心暗谈 他根本就没说出 若自己生的结果 话已说完 其左手默然一挥 立刻这原始山上 蒙龙内的千军万马 爆发出了一声声尖略的嘶吼 化作大量的雾气 直奔亡灵而去 与此同时 宋天右手抓住战斧 抬起钟 向着亡灵一夫斩去 这宋天大天尊的修为 比之道一要高处一些 与武风相差无几 这样的强者 百年前亡灵若赞 胜负未知 且需要他展开除了虚无 分身外全部力量 方可一战 但如今 亡灵神色平静 面对阵法幻化的千军万马 面对斩来的一道四 开天之父 他抬起右手 向着下方 轻点三下 第一指点下 迎面杀来的全军万马 立刻在亡灵百张外 发出了轰鸣巨像 在巨像中 却见这些虚幻的千军万马 如同气泡一般 大量的破碎消散 没有丝毫迟缓之意 如同撞击在了一面 无形的臂章之上 在季兜与赤蛮看去 是这样 但这一幕落在宋天的眼中 他却是看到了 随着亡灵一指点下 整个天地间四规则幻化 一股天地规则之力 弥漫在千军万马之前 随着千军万马的消散 在亡灵指尖点出的第二下中 这原始山的朦胧阵法 轰然破碎 朦胧岛卷 似被撕裂成无数粉 烟消云散中 整个原始山轰然一阵 其内主持这阵法的 诸多事故一脉强者 一个个喷出鲜血 神色萎靡下来 宋天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但却生生人猪后 目露寒光 身子依旧在板空 右手抓着战俘 向着亡灵一幅斩去 而此刻 亡灵的指头 点出了第三下 一个凭空出现 虚幻的拳头 漠然幻化在了宋天的前方 这拳头 完全是有无数的细丝组成 其内凝聚了天地规则 一拳落下 与宋天斩来的一幅 碰在一起 轰轰直升惊天动地 抚一阵之下 寸寸碎裂 轰的一声化作无数碎片 漠然倒卷 落在了远处的大地上 至于有规则凝聚的拳头 同样一阵 渐渐崩溃 分成了两部分 宋天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蹬蹬蹬连续后退百丈 猛地踏在原始山上 整个山体一阵 出现了一道道裂风 亡灵的右手指尖一顿 指肚上出现了一道白痕 但却没有划破他的皮肤 蕴含了规则的战斩 亡灵看了一眼 远处破碎的战斩碎片 右手抬起向着李虚空一抓 立刻那些碎片呼啸而来 在亡灵的身前凝聚融合 瞬间 一把完整的战斩 再次出现 还要站吗 亡灵的目光 平静地落在了宋天身上 为何不站 宋天大笑 其身一晃直奔天空而去 沙就站在了天地之间 右手抬起 向着下方的原始山 默然一抓 整个原始山 剧烈地颤抖起来 更是隐隐上升 似被这宋天一抓之下 从大地生生抬起 无数长虹从此山飞出 正是包括吃蛮在内的众人 他们一个个惊恐地看着这一切 更是从石谷皇城的皇宫内 有大量的长虹呼啸而出 直奔此地 亡灵看着宋天大天尊 于半空中生生 将大地的原始山抬起 使得地面震动 更有黑光从山峰下散出 他神色平静 冷眼望去 却见山峰越升越高 直至完全地漂浮在天地之间 于宋天的上方停顿下来 宋天盯着亡灵 右手抬起 似托着山峰一样 亡灵 若你能接下本尊这原始山之力 此战本尊认输 宋天一声大喝 其右手猛地向外一挥 却见巨大的原始山 轰然直奔亡灵而去 此山名为原始 为古族大地 石谷一脉 第一座诞生而出的山峰 无数万年其大小丝毫不贬 宋某在此山正倒 成为大天尊后 犹如历代石谷一脉大天尊一样 去炼化此山 如今在宋某手中 此山可以发挥一次镇压之力 亡灵 你接下 天地轰轰 原始山呼啸惊人 瞬息就在亡灵的上方 向其镇压而来 此山极为诡异 在降临中 亡灵清晰地看到 这天地的一切规则所化细线 与此山落下时 经被一股奇异的力量推散 似此山与天地规则 有着极大的排斥 相互不存 亡灵眼露金光 他站在里 一脚舞动 白发轻浮 望着来临的山峰 右手托文握住 向着山峰默然一拳轰去 其一拳虚空而落 与山峰隔着百张碰触到一起 在轰鸣直升回旋间 却见这山峰一阵 下降的速度骤减不少 但却依旧还在下沉 山峰下雨期碰触的亡灵一拳之影 此刻震动间四分五裂 与此同时 一股莫大的压力轰然落下 镇压在亡灵身上之时 更是将亡灵四周的空间直接分割 似他所在的这一片天地 与四周完全分离出来 有意思啊 亡灵微微一笑 这原始山镇压的神通 与谷祖一指竟有惊人的相似 只不过谷祖一指 是让被分割出来的天地崩溃 坍塌一来杀敌 但这原始山 却是用分割天地作人逃出 只能被生生镇压 不愧是大天尊 先刚大陆在我之前 九大天尊 没有弱者 每一个大天尊 都有各自的不同神通 比如这宋天的原始山之威 可以排斥规则 可以达到如古祖一指般的分割空间 此竹尽管不是其信术 但却足以小 亡灵望着越来越近的山峰 难难自语 其双目一闪 以他如今的修为 这天地间 能让其忌惮之人 除了果道之外 再无第二者 其余大天尊 亡灵不会放在心上 此原始山尽管不凡 但也仅仅是不凡罢了 亡灵神色平静 右手抬起 向着上方呼啸而来的原始山 一指点去 这一指 是古祖一指神通 一指落 天地色扁 风云倒卷间 这被原始山分割出来的空间 立刻发出了轰轰巨响 却见亡灵四周 竟出现了一道道 肉眼可见的裂缝 裂缝越来越大 最终如要崩溃一般 此无法承受 至于原始山 则是在亡灵这一指之下 轰然一阵 竟停顿在了亡灵数十障外 不断地震动 但却无法继续下沉 就在这时 亡灵四周被分割出来的空间 轰然崩溃 如坍塌一般碎灭 亡灵一步走出 其神色依旧如常 看着不远处的宋天 还要站吗 宋天面露苦涩 但却咬牙之下 身子一而起 竟站在了原始山上 咬破舌尖喷出一口鲜血 鲜血化作雾气 迅速被刺山吸收的同时 宋天猛地盘膝而坐 双手掐绝口中 传出一声低哼 原始镇压 原始山传出轰隆巨响 竟挣脱出了之前的震动 再次降临 直奔亡灵而去 亡灵摇头 身子一晃 不等原始山下沉 就已然出现在了此山下方 右手抬起 向着此山一掌暗去 再起掌握一瞬 此山轰然颤抖 其上宋天再次喷出鲜血 身子捣卷 连续退出了树部后 这才停顿下来 此刻 那些从石谷皇城内 急速而来的长虹 也迅速临近 化作了数十道身影 最前方一人 是一个穿着黄袍的老者 他望着亡灵 身色有了变化 亡灵没有去看这些来临之人 而是在原始山上的宋天 刀卷而去之后 大袖一甩 却见原始山立刻旋转 慢慢的竟缩小起来 最终化作八张大小 落在了亡灵的右手之上 看去 此山缩小之后 如同一个牛头的样子 之前断去的牛角也恢复如常 这一幕被宋天看到 其身子亮相 再次退后 面色顺兮苍白 此山万古大小如常 尸骨一脉的大天尊 历代从未有人 可以将此山缩小到如此程度 但眼前这个亡灵 却是根本没看其恋化 就可以让此山缩小 且看其样子 完全可以操控自如一般 宋天内心苦涩 长叹一生 放弃了一切抵抗 双手抱拳 向着亡灵深深一本 宋某认输 宋天话语中 回头看向来临的众人 这些人此刻一个个神色震动 显然被这一幕震惊心神 宋某身为十股一脉守护者 身为大天尊 今日认可嫉妒皇子 为白年后 我十股一脉皇尊 宋天缓缓开口 目光最终落在了黄袍老者身上 这老者 正是如今的十股皇尊 他犹豫了一下 想说些什么 但看了看远处的亡灵后 确实沉默下来 向着宋天抱拳一拜 点了点头 记得皇子满脸激动 更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他梦寐以求的渴望 今日竟如此简单的获得 这让他神色有了恍惚 但他毕竟不是常人 此刻深吸口气后 立刻向前一步迈去 瞬间来到了前方 他犹豫了一下后 没有去先谢宋天与其父皇 而是转身 挡着此地其父皇与宋天 还有诸多十股一脉的强者 甚至还有几个皇子的面前 向着亡灵单膝跪下 谢一副成全 他这一跪 这一句话语 立刻让四周除宋天在内的所有人 神色漠然一变 纷纷目光齐齐凝聚而去 露出难以置信 无法想象之意 在这皇权至上的古族 身为皇子 尤其是确定了身份 即将成为十股皇尊之人 竟向人下跪 且任其做了一副 这种事情 超乎了四周诸人的想象 于瞬息间 引起了一阵哗然 纪都你在干什么 第一个开口的 是站在十股皇尊身旁的一个中年男子 此人正是大皇子 远处的吃蛮 内心本被不敢充斥 但他却没有丝毫办法改变这一切 但此刻 他却是双目默然一亮 纪都 你身为皇子 怎可随意任人做父 尤其是你身为未来皇尊 居然向外人下跪 十股皇尊始终沉默 看着他自己的儿子 跪在王林的面前 目中有阴沉一闪而过 四周的哗然 让纪都面色有些苍白 但他的双目却是露出尖底 望着王林 他知道自己如今在做什么 他要一次去告诉自己的义父 自己就算成为了皇尊 对方依旧是自己的义父 王林也看着纪都 他没有料到 这纪都竟有如此破裂 当着其父与其诸多族人的面 肯做下如此之事 这纪都完全可以把义父 直言于当年的沉默 暗中履行下去 这样的话 他成为皇尊的过程 将会顺利不少 而不是现在这样 似会出现一些波折 眼看这四周的华人越来越大 但宋天始终沉默 十股皇尊也一直没有开口 只是墓中岳家有了阴沉 纪都我收下你这个意思了 王林缓缓开口 纪都深吸口气 王林在这之前 始终没有认可此事 只是他纪都自身 称呼对方为义父 此刻听到王林的话语 纪都再次一拜 百年之后 你就是十股皇尊 王林没有去看众人 而是把目光落在了十股皇尘的方向 他隐隐能看到 在十股皇尘内 同样有一座高耸的雕像 雕像所刻 是谷祖 那里也是祖庙所在 大皇子与赤满面色苍白 死还要开口时 十股皇尊 皇袍老者思想明白了此事 安叹一声后 第一次开口说话 小而能拜得王尊为义父 此乃小而造化 也是我十股一脉荣耀 朕不是那道股皇尊 是非不分 逼走了王尊 为自己乃之一族惹下祸事 还请王尊留在我十股一脉 但凡有任何要求 朕一定满足 皇袍老者抱拳 向着王林一拜 王兄若没有其他去处 不如就留在这里 见证百年后继都成为皇尊的一幕 宋天此刻 脸上露出微笑 向着王林说道 父皇 义父想要去祖庙 儿臣已经同意 不过需征求父皇的意见 记得起身 向着十股皇尊 恭敬开口 祖庙 若皇尊要去 此事朕自然同意 皇袍老者文言没有丝毫犹豫 韩晓说道 他不敢不同意 更不敢对计 都拜此人为义父 只是有丝毫意见 眼前这个皇尊 可是杀了到古皇尊 闯了到古皇宫后 依旧离去 甚至连古道大天尊 都没有因此有丝毫话语 这样的人 他如今更是亲眼看到 宋天都不是对手 他如何敢得罪 皇权至上 但对于这样的人 没有丝毫作用 祖庙 在整个古族 只有三族 分别在三族皇城之内 在三座古族雕像下方 每一个成年的古族 都会在经历第三孙节时 去往祖庙 但却不会进入太深 只是在外围而已 没有皇族中人 才可以在祖庙的身处 去度此劫 古往近来 很少有人会具备资格 在祖庙内比关 即便是大天尊 也很难做到 因着祖庙开启的权力 掌握在历代的皇尊手中 王林站在 世古皇城的中心 巨大的古族雕像下方 看着眼前 这次成天而起的雕像 王林站在里 沉默不远 此雕像 与道古皇城的雕像 一模一样 古族背着双手 望着天地 神色露出轻蔑与不幸 在王林没有走过 三座踏天之桥时 他在道古皇城 看到这雕像 没有太大的感觉 但此刻 这雕像在他墓中 只是表面而已 其目的深处 王林看到 隐藏了一股悲哀 悲哀似对自己 也似对众生 这古族的雕像 是谁雕刻 王林轻声开口 古道大天尊 在王林身旁 宋天站在里 同样望着雕像 缓缓说道 在古族消失之后 古道大天尊 不知从何处 找来了三座山峰 亲自雕刻此相后 屹立在了三族皇城内 也正是因此 让我等这些古族后人 可以记住古族的样子 而不会随着岁月遗忘 王林轻点头 他知道 一个种族 必须要有一个象征与寄托 若没有这核心的精神存在 则此族无法长久繁衍下去 会在岁月中慢慢逝去 显然 这古族的雕像 与其一个个传说 就是古族三脉的象征与寄托 此雕像在 则古族在 古道大天尊 身为整个古族的守护者 仅仅这一件事情 就可看出其智慧 这雕像下方 只有王林与宋天二人 似默默地在等着什么 不多时 却见从这十股皇城中皇宫的方向 隐隐传来阵阵南的之音 更有一道幽暗之盲冲天而起 直奔此地 环绕在古族雕像四周 形成了一圈圈 暗色的光环 在这雕像的下方 古族的双脚之间 巨大的山石上 有一个弧形的门 此门封闭 但随着暗色光环的缭绕 此门内传出了轰轰之声 缓缓地打开 王兄 祖庙开启 宋某就不进去了 保重 宋天向着王林抱拳 王林望着正处于 开启中的大门 目中露出了凝重之意 他能否让李莫婉 具备进入太古神境的资格 就看这一次 渡古族第三孙节 是否可以再获得两滴魂血 向着宋天一抱拳 王林深吸口气 向着祖庙走去 他不乏不快 但每一步落下 都很稳 一步步 渐渐走到了 完全开启的祖庙大门前 没有丝毫犹豫 一步迈去气内 在他走进这祖庙的一瞬 祖庙大门 慢慢的闭合起来 只是伴住香后 轰的一声 完全的关闭 这古祖雕像上的暗色光环 也渐渐消散 众心化做了一道长虹 飞向了皇宫中 不见踪影 宋天站在那里许久 轻叹一声 转身离去 十古一脉的族人 大都看到了 古祖雕像上的光环缭绕 但知晓王林进入者 却是不多 此时也被十古皇尊 下了进口 慢慢的 也就无人在问津此事 整个十古一脉 与往常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细心的族人会发现 皇子既多 原本是一直在外 可如今 却是长久的居住在了皇宫中 而大皇子 在十年后 被封王 黯淡离去 镇守边疆 又过了五年 当初最有可能成为 未来皇尊的吃蛮皇子 也被册封为王 离开了这世古皇城 此后十五年内 一个个皇子册封为王 一离去 这三十年的时间中 如今唯一还在皇城的 就只有祭套一位皇子 这三十年内 祭套皇子很是安静 在皇宫中 没有与外界进行太多的接触 他的皇尊身份已经决定 他不需要再去暗中行事 他只要做好自己 就万无一失 三十年后 当除了他之外 所有皇子都册封为王离去时 整个十古一脉的责任 已然察觉到 未来的皇尊属于谁 渐渐的 祭套开始了 接触十古一脉隐藏的 属于历代皇尊的力量与权力 与其父皇 在这余下的七十年中 要慢慢的交接过渡 这是古族三脉 历代新皇交替前 都需要去进行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 也是十古一脉最安静的时候 一切都在持续 祭套依旧保持了一个 很好的习惯 他几乎每天清晨之事 第一件事情 就是望着祖庙的方向 默默的看着 他不知道下一次看见一副 会是什么时候 但他的这个习惯 却是永久不变 很多后来跟随祭套的族人 有察觉到祭套这一习惯者 很是不解 即便是暗中打听 也没有丝毫的头绪 慢慢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 此时成为了一个隐秘 除了这个习惯外 既都在这三十年中 他没有忘记 当年王林的吩咐 他派遣了诸多的族人强者 去往了黑石城 在那里 默默地守护这个女子 女子叫做宋志 一百多年来 宋志也不像是当年的样子 而是有了岁月的痕迹 他始终不知道 在这黑石城内 包括城主在内 还有诸多隐藏起来的强者 他们一生的使命 因他未存在 岁月无痕 转眼 又是二十年 在这距离王林踏入祖庙 已然第五十年的这一天 整个十股一脉 举办了一次大典 此大典 并未既得为皇之礼 而是他大婚之礼 他选择了一个宋天的后人 一个叫做宋玉的女子为妻 这女子 很受宋天溺爱 是其后人中不多的几个 可以亲自聆听他教诲之子 这一次的大典 举办了数月之久 期间其余两族的族人与皇室 都来临了不少 其中倒骨一脉 来临的是一个中年男子 这男子的相貌 若是王林看到 可以认出与叶末很相似 他是叶末的后人 在这场大典结束之后 当所有来临之人都陆续离开时 在一天夜里 明月高挂 大地掏出一片银色的夜晚 基督带着祺妻 来到了祖庙前 月光柔和 洒落在古祖的雕像上 四周很安静 基督拉着祺妻的手 在这女子不解忠 走向祖庙 在祖庙的门前十丈外 基督脚步停顿 他望着祖庙 神情露出恍惚 许久 许久 他默默地跪在了里 他身边的女子 尽管不见 但却没有问询 而是与他一同 在祖庙十丈外 跪了下来 宋玉 我们拜的不是古祖 基督轻声开口 女子一愣 我们拜的是我的义父 义父 女子颇为诧异 义父 基督大婚 娶了宋尊的后人为妻 她以后将是十股一脉的皇后 今日我带她来此 拜见义父 基督神色极为恭敬 这种恭敬 是发自其内心 透着真诚 他永远记得 自己如今获得的一切 都是亡灵给予 他永远记得 若没有亡灵 自己此生 在没有成谎的一天 甚至身边的这个女子 也或许不是自己的妻 而是属于吃蛮 义父 还有五十年 就是基督为新皇之时 孩儿希望 在一天 能看到义父 基督男男 向着祖庙一拜 其身边的女子 思想起了什么 看向祖庙的墓中 透出震惊 她隐隐想起 她宋家的老祖宋尊 曾有一次无意中提起了一件事 一个名字 当提起这个名字时 宋天的神色 透出复杂与感慨 还有一丝敬佩 王 王尊 女子轻生 既都没有开口 而是跪拜在里 直至许久 方才其身 带着琪妻 默默地离去 但就在她走出数十丈外的一瞬 一个声音从祖庙内 悠悠喘出 你为新皇之日 为父会去 既都身子一颤 猛地转身 看向祖庙 脸上露出微笑 祖庙身处 王林盘膝坐在里 她的身体散发出腐朽的味道 更有大片的枯萎 整个人看见了 如同枯骨残骸 但她的双眼 却是依旧明亮 古足三笋七节 当年我在洞府界 已成功度过了二笋四节 更是将第三笋三节中的第一节也度过 古足第三笋 第一节为古脉苍穹穴 第二节为古道三分山 第三节 则是最后的一节 古足之次 王林喃喃 看着前方 在她的前方有一块石碑 石碑上 刻着有关古足三笋七节的全部 许久 王林闭上双眼 她的脑海内 再次回荡 当年她度过了第三笋第一节 获得了一滴魂血虎 浮现的声音 我让这天他 则天救回他 我让这大地碎 则大地必须要碎 我让这众生亡 则无人敢不亡 我让这苍穹无仙 谁还敢存 我是古 诞生在天地出现之前 存活在宇宙初开之前 可在我之前 还是有仙出现 仙欲奴我 那么这仙 就由我来毁灭 若我失败 则我之后人 世世代代与仙为敌 世世代代 世上天下无仙 九笛魂血 送我三子 你等同领我古足万民 在九区三项齐出之日 等待我的轮回 等待我的传承者出现 王林盘西坐在祖庙 其肉身枯萎 看起来如同干尸 一身白衣 此刻也松垮下来 好似披在身上一样 她的脑海内 不断地由这个声音浮现 回旋了整整五十年的岁月 在最初的时候 这声音若隐若现 如男的一样 但随着时光的流逝 在王林的脑海中 这个声音越加强烈 似弱咆哮 尤其是现在 仿如有人在她的耳边 不断地嘶吼 嘶吼中透出的逆天雨不干 让王林全身热血沸腾 熊熊燃烧起来 在她全身血液的燃烧中 她的身躯血肉似乎无法承受 如被炼化一样 不断地枯萎 直至如今 若残骸般 但却没有丝毫虚弱的感觉 反倒隐隐似 蕴含了一股惊人的生计与力量 四落有一天 当王林的身躯再次恢复如常 如她当初踏入着祖庙时 一样的一刻 她的肉身之力 将达到一个极为惊人的恐怖程度 古族三笋七节 第三笋有三节 除了古脉苍穹血外 还有古道三分神 分化之下 可以让古族之人在肚子节时 获得古族之力的暴增 很多的古族三脉族人 只要具备了二十七星成圣 其一生中都经历过这三笋七节 尤其是第三笋的最后两节 必须要在各族的祖庙内 方可道来与度过 但随着个体的不同 每个人获得的提升与造化都不一样 五十年的时间 王林始终盘膝坐在里 几乎一动不动 任由耳边的声音不断地回旋 终于在祭奴皇子在庙前一拜离去后 王林感受到了体内 三笋第二节来临的迹象 耳边的咆哮越来越剧烈 身体内的血沸腾燃烧更是汹汹 一股燥热质感 从她的体内慢慢爆发出来 王林南南从此的石碑上 她了解到这所谓的古道三分神 并非是把其原神分成三分 而是要进行三次分裂后的融合 每一次分裂都需承受莫大的痛苦 如同散光一样 需要她与莫大的毅力 慢慢地将其融合在一起后 再进行第二次的分神 且每次融合后 她的原神与身躯将会突飞猛进一样 越加强汗 一旦三次全部结束 她将成功地度过这三孙第二节 此节不会出现死亡 但其重点却是承受分裂的时间 时间越久 分裂的就越彻底 跑出越大的同时 也需承受最大的痛苦 这种痛 常人无法承受 甚至就连皇族也都坚持不了多久 大都肚子结者 往往都不会等到完全分裂 而是在半途中 选择融合 如此一来 获得的造化与提升 就有了差异 在古道三分神中 随时可以选择融合 王林目光一闪 古往今来 倒也不是没有种具备大一力者 可此节虽说不会出现死亡 但若是元神分裂的彻底且完全后 却是会让融合艰难的同时 出现无法融合的现象 如此一来 就会有死亡发生 孤儿 即便是皇族 即便是具备了强悍一力之人 也绝不会去这么选择 且即便是选择了 也往往是在第一次分神时去赌一次 至于在第二次中 也拿命去赌的人 极为罕见 第三次仍旧去赌者 更是绝少 且几乎全部死亡 传闻 无数万年来 唯有先刚第一强 古道大天尊 在第三次中选择了完全分裂 其最终成功 与这三孙第二劫相比 所谓的第三劫 实际上依然不能称之为劫难 此为古祖之次 是当古祖族人 度过了三孙六劫后 获得的一次明明中的赏赐 或许是一丝记忆 或许是一种不全的神通 又或许是极为精准的古祖之血 更有那么一丝可能 会是魂血 只不过在这一丝可能 也是传闻 大都是后人为了希望 而度转罢了 据说就连古道大天尊 在古祖之次中 也没有获得这传闻中的一丝可能 只不过据说古道大天尊 获得之物 极为不凡 但却无人知晓是什么 王林深吸口气 他的身体在血液的沸腾如燃烧中 慢慢地颤抖起来 阵阵剧痛浮现而出 与脑海中的咆哮 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股奇异的力量 笼罩他全身的同时 他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原神 渐渐出现了碎裂的痕迹 终于开始了 王林猛地抬头 双目一片平静 他等这一天 等了五十年 能否获得魂血 能否让李沐碗的身躯 进入太古神迹 就看这一次的祖庙渡劫 他的原神 慢慢地碎裂的痕迹越来越重 与此同时 阵阵难以想象的剧痛 漠然降临 只不过这点痛苦 对于王林的毅力来说 他可以承受 只是 这才仅仅是刚刚开始 想要获得魂血 在这三笋第二劫中 就要尽最大的忍耐 去看看此劫的尽头在何方 王林墓中闪过一丝果断与坚定 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去承受此劫的来临 在王林渡这古道三分神的一瞬 其所在的这组庙谷祖雕像身躯外 赫然凭空出现了一圈圈环形波纹 波纹向着八方扩散 几乎笼罩了整个石谷皇城 这奇异的现象 立刻引起了所有石谷一脉族人的注意 谷祖向出光环至马 这是有人在渡损机 看着光环九道 这是在渡三损第二劫中的 古道三分神 且还是第一次分神 若是第二次 则是出现十八道光环才对 奇怪 祖庙渡捷 从不会为个人而开 每次都需等待 是由皇祖组织 待人数多了后 才会统一开启祖庙一次 可这几年没听说有此事啊 不知这一次 这渡捷者有多少人 能坚持多久的时间 以往大都是数日后就结束了 对于古祖雕像上的异常 事故族人没有太多的意外 显然这样的事情 他们已经见过了数次之多 纷纷看了几眼后 就收回目光 没有再去理会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当这古祖雕像的 九道光环出现的瞬息 皇宫中的尸骨皇尊 还有祭都 全部凝望而去 五十年 他终于开始了第一次分神 不知他能坚持多久 我尸骨一脉 曾有人在这第一次分神时 用了一年的时间 达到了圆满的程度 不知此人能否如此 尸骨皇尊默默地 看着远处的古祖雕像 许久收回了目光 祭都在此刻 也与其居住的宫殿内 站在窗旁 望着远处 他的妻子在身边 祭都南南 他的妻子拉住了祭都的手 柔和地看着他 更是在此刻 与皇城外的原始山上 宋天一身轻衣 从闭关之处走出 他背着双手 望着皇城的方向 以他的修为 第一次分神 必定是会选择彻底分裂 如此一来 时间不会短 罢了 我当年在其闭关时 曾两次暗中出手 虽说事后 我认可记得为皇尊 但毕竟冒犯在先 而他当年来临后 却是没有追寻此事 我便为其护法 第一次分神 皇子向前一步迈去 身影瞬息消失 出现知识 在了皇城的祖庙外 看了祖庙一眼 盘西被对此庙 坐了下来 祖庙方圆千丈内 禁止任何人踏入 为者死 宋天的神念传出 缭绕八方 亡灵在祖庙中 承受元神分裂痛苦之时 感受到了祖庙外 宋天的到来与其话语 知晓了此人 有为其护法的想法 他深吸口气 传出了一道神念 于宋天的耳边回旋 多谢 不用 宋摩只为你护法第一次分裂 化去当年出手之举 宋天没有回头 而是看了一眼天空 略以沉吟 不再理会 闭上了双眼 在亡灵神念收回的一杀 他突然身子一震 猛地抬头 以他如今的修为 即便是因已经开始了 第一次分神 有了很大的不是 但却依旧感受到 在天幕上 还有一个身影 默默地望着此地 那身影 亡灵熟悉 师尊 亡灵难难 他明白 师尊不会无缘无故 离开道谷一脉来次 而此刻的到来 显然是想要在他三分神 自身处于虚弱时 在这未接护法 天空上 玄罗望着下方 望着尸骨 黄城内的谷祖雕像于祖庙 他似可以隐隐感受到 其内属于亡灵的气息 他脸上带着微笑 目露柔和 你已经比师尊强了 师尊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你如今 分神虚弱之时 来为你护法 师徒之情 不需宣之于口 如亡灵与玄罗 尽管再不是了 名义上的师徒 但在亡灵心中 玄罗永远是自己的师尊 而在玄罗内心 他唯一的弟子 依旧还是这个 被他带出了洞附近 来到古足大地的孩子 在祖庙内 亡灵身体尽管巨头 但内心却是被温暖环绕 他深吸口气 闭上了双眼 全身心的沉浸在 元神分裂之中 有师尊在 他可以不去考虑任何事情 时间流逝 转眼就是三天 这三天中 亡灵盘膝不动 但来自元神分裂的痛苦 却是越加的清晰剧烈起来 如在他的身体内 掀起了一场风暴 要将其淹没一样 隐隐的 可以看到在亡灵盘膝的身体外 有一个光影幻化 光影与亡灵天灵连接 漂于头顶 这光影全身游 如军烈一般的痕迹 且在慢慢的增多 更有一些地方 四军烈相互连接在了一起 密密麻麻 看起来很是惊心 这光影就是亡灵元神的外在幻化 三天的时间 换了其他的十股族人 或许有一些已经承受不住的痛苦 选择了融合 但对亡灵来说 这依旧还是刚刚开始 距离结束 还远远不到 三天之后 又是三天 渐渐的 这十股皇城内的十股族人 也发觉了不对劲 在他们看去 这古族雕像上的光环 维持的时间多了一些 竟足足维持了六天 比以往要多出几天的样子 看来这一次杜劫的人中 有具备大屹理者 六天 就是不知这批杜劫者中 是谁坚持到了这么久 当年我在第三天无法承受 这种痛苦 绝非坚持就可以忍受 能让宋尊护法 这些本就是意料之内 不过 虽说再次引起了注意 但六天的时间也不是很多 渐渐的 这里的异常也就被人忽略过去 直至第九天 第十五天 第三十天 第两个月之后 古族雕像外的光环 依旧散发出波纹 弥漫大半个尸骨皇城 这个时候 越来越多的尸骨族人 一种震惊的目光 总是视而看向古祖雕像之处 在他们看来 此批杜劫之人 也未免坚持的时间太久了一些 两个月不见任何人遭出祖庙 莫非与莫非 莫非此次杜劫者 只有一人不成 此人到底是谁 竟然可以让宋尊为其护法 两个月 他竟坚持了两个月 看来他是要选择大程度的分裂了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 又过去了六个月 算上之前的两个月 亡灵这第一次分身 足足有了八个月 这八个月中 几乎所有事故皇城内的族人 都是先看一眼古祖雕像的光环 是否还在 越来越多的议论之声 更是充斥在 事故皇城的各个地地方 这几乎成为了一个话题 让事故族人 从震惊中成为了骇人 又从骇人下 变成了激动 到了如今 更是激动的最巅峰之势 因为距离一年的 事故第一次分身最长时间 如今只差四个月 他能坚持一年吗 要知道我事故一脉中 第一次分身最长时间 就是一年啊 若非是人死在了第二次分身上 他或许也能成为大天尊 八个月 此人真是疯狂 这种痛苦 他居然也能忍受下来 据说宋尊当年 坚持了十一个月 在这事故族人的议论中 祖庙深处 王林依旧盘膝不动 但他身体外光影 此刻却是已然支离破碎 光影的双腿已经散去 只有半截身影存在 且这身影也是一片模糊 似透明一般 仿佛随时可以消散的样子 王林本体尽管闭着双眼 但此刻的他承受的痛苦 却是极为剧烈 中原神一点点碎开分裂的痛 让他如被千刀万剐 且永远清醒 不能昏迷 八个月的承受痛苦 还不能让他放弃 王林一直在忍受 他要等原神全部碎开之后 再去选择融合 他的脑海中 来自古祖的咆哮 几乎成为了他此刻脑中的唯一 我让这天他 则天救回他 我让这大地碎 则大地必须要碎 我让这众生亡 则无人敢不亡 我让这苍穹无仙 谁还敢存 在他这种全部戾气忍受中 第九个月到来 转眼间 第十个月 第十一个月一晃而过 宋天盘息在祖庙前 为王林护法 已然十一个月 对于王林能坚持到如今 他没有意外 在他分析 王林应该可以坚持一年左右 实际上一年的时间 只是让原神崩溃罢 成为碎片罢了 除了几股数万年前的一个 坚持了二十八个月的疯狂之人 很少有能在崩溃成为碎片后 还不融合 而是选择让碎片成为碎末 宋天没有回头去看祖庙 他计算着时间 盘息不动 当第十二个月流逝 当整整一年到来 当一年后 又过去了两个月时 整个尸骨一脉的族人沸腾了 他们望着古祖雕像上的光环 全部都在猜测 这个杜劫之人 到底是谁 且此人到底可以再坚持多久 十四个月 不愧是王尊 皇宫中 那位老脉的尸骨皇尊 轻叹一声 在这第十四个月的这一天 祖庙内 王林身躯上的光影 只剩下了一个头颅 阵阵光芒从其内散出 突然的轰鸣崩溃 随着光影头颅的崩溃 肉眼看去 王林四周再无丝毫光影存在 可若神石一扫 还是可以隐隐看出 有大量的细微碎片 漂浮在四周 那些碎片 仅还在持续的碎裂中 此刻的王林 其身躯内生机全无 如同尸体一样 体内血液再不运转 冰冷下来的同时 他更是失去了一切神志 如同真正的死亡 他唯一存在的 只有一股意念 这意念就是要继续坚持下去 坚持到最后的一刻 相互融合 若他能成功 走死而复生一般 可若失败 则烟消云散 我会失败吗 不 我绝不会失败 他的意念内 还蕴含了来自古祖的 一句战先的嘶吼 其身躯外的那些无形碎片 慢慢的碎灭中 又过去了四个月 王林度这三孙第二节 第一次分神 足有十八个月之多 这次 甚至就连颂天 也都动容 从背对的祖庙改变 直目看去 他尚且如此 就更不用说 这十股皇城内的十股族人了 十八个月的坚持 让这些十股族人 一个个肆意然习惯了 古祖雕像上 总是存在光环与波纹 但他们的内心深处 却是对此事无法习惯 而是充满了无法置信 第十九个月 第二十个月 直至第二十七个月 两年多的时间 王林依旧还在坚持 祖庙内其身躯四周 那些无形的碎片 此刻有近八成 已然完全碎灭 如灰尘一般散开 只有不多的碎片 还在持续的分裂 当第三十个月到来 但这两年半的时间 流逝的时刻 宋天若非是能感受到 祖庙内有意志的存在 他甚至认为 王林已经死亡 疯狂之人 他能有如此修为 与其这股疯狂 有极大的关系 他难道就不知道 完全的分裂 是可以死亡的吗 宋天依然从盘膝中站起来 站在祖庙外 他神色变化不定 在这第三十个月来临中 十股皇宫内 老迈的尸骨皇尊 心中有了异动 以往时常换来 祭都来剑的举动 虽说还是如常 但其隐藏在墓中的闪烁 确实似只有他自己知晓 不过 皇尊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既都竟也有所察觉 但他此刻却是顾不得此事 而是满心焦急 他焦急的不是自己的皇尊之位 而是义父的安危 当第三十五个月过去之时 就连天幕上 潘西尔作为王林护法的旋逻 也露出了焦急之意 他有心想要提醒王林 但却担心出现意外 第三十六个月 于旋逻犹豫中 漠然而止 这一天夜里 古祖雕像外的九道光环 突然爆发出了明亮至极的光芒 光芒层层横扫 弥漫八方之势 让整个十股皇城几乎压去无声 所有的族人 全部在此刻放下了一切事情 目光凝聚在古祖雕像内 旋逻起身 激动的看去 宋天深吸口气 后退至千丈外 凝神遗忘 皇宫中 十股皇尊心神紧张 站在其大殿阁楼的窗旁 死死地盯着祖庙的方向 几度更是亲自来到了祖庙的千丈外 焦急地看去 祖庙内 王林不动的身躯上 光芒四射 无数的光点凭空出现凝聚 渐渐化作了一个完整的光影 此光影 比当年之影 要庞大数倍布置 其内光芒流转 透出一股惊人为一样 在这光影凝聚而出的瞬间 其外鼓祖雕像 九道光环轰然融合成了一道后 爆发出来让所有十股族人刺目的光芒 使得这也好似成为了白天 更是于这一沙 却见融合唯一的光环 轰然分离 竟化作了十八道光环 流转在鼓祖雕像四周 第一次分神成了三十六个月 整整三年 彻底的粉碎 完美的融合 宋天看着这一幕 难难自语 幸亏有选落为王林护法 不然真说不准宋天会和老道古皇尊 一起在这里把王林给阴了 而且三分神王林才进行了第一次 宋天也说过只帮王林护法一次 后面的两次分神王林 也需要人护法 旋罗自然就成为最重要之人 这其中的安寝之主 不能用言语去回答 可以说王林这次鼓道三分神的成功 与旋罗也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 王林彻底成功的那一刻 会获得什么样的奖励 后续剧情大家可以点击关注 就能在第一时间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